Hello, 大家好, 我是子龍 由於很多朋友都說 ISO 7.0之後就用不到錄短片這個功能 所以我就希望錄下這段影片可以幫到大家 好似在後面看看 首先有這個CD 裡面看看 當然是有少少慢 平時都錄得快一點點 都不知道會不會關現在錄影片的問題 因為其實我也試過錄影片的時候 譬如錄得久一點點 它也是有機會輕輕的 首先在管理那裡 我們就增加這個網址 看到這裡有很多網址 大家可以試一下拿些筆抄下來 記住它 那我試一下在這裡維持久一點點 哇, 我沒有心維持久了 它更新得很久了 對了, OK, 更新完 譬如在裡面更新完之後 你就可以在這裡打回 啊, 我全錯了 是這個了 看到這個 那版本當然是用回這個 最新更新的 那麼 我現在暫時的版本 就 未必是最新更新的 但是大家 自己到時候下載吧 它就支援 ISO 7.0 錄的時候就像這幅圖一樣 看到它就 是 是 是有個按鈕按 就可以開始錄了 那譬如 裝完了 裝完就會發現 可以在設定的位置就看到它 設定位置在這裡 看到有這個 Altivature 這裡 選擇 譬如是 抱歉, 在這裡 Rack My Screen 在這裡 選擇這個才對 你可能選擇 長按主畫面 就會 開始錄影 那 長按主畫面 開始錄影之後呢 你按住 那個圓形鍵 iPhone的圓形鍵 就可以 開始教錄影 平時 就 這裡 功能還有錄音 下面 中間的 就錄影片 所以可以教它的大小 通常都建議 教到最大 因為清一點 然後 很重要的是這個位 這個位就是 平時我們看到錄完的影片 可以試一下 按這個按鈕 分享到Facebook 還是儲存到影片 我建議多數儲存影片 之後就方便你去做 做 ISO7.0的錄短片 功能在這裡 地方 還有個名字 記住 之前的網址就可以做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 希望大家都可以錄到漂亮的影片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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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鈕